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佳集團常德萬象力冠有心電視 這回來到松山區安平里舉辦媒體素養講座 分享真假消息辨別方法 讓民眾了解在生活中傳遞訊息 首要注意事項 收穫就是讓我們了解 現在手機大家所用的那個 LINE的團體一些媒體訊息很多假新聞 讓我們如何去查證這個 各種訊息的真假 不要把這個假訊息傳給大家 造成大家錯誤的關聯 尤其防疫期間民眾減少群聚 在家利用通訊軟體聯絡情感 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傳播錯誤消息 所謂謠言止於智者 幾招技巧檢視內容 就能做個聰明閱聽者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中家集團 能夠把這個資源帶到我們這個社區 讓我們能夠又一次認識不一樣的一個 宣導一個活動 那我想這個活動對我們手上相對的隊員 或者說我們的李林 非常有一個正面的一個效果 我們剛剛看到大家學習的 都非常的聚精在這個媒體思路上面 那我想他們的售後非常的多 那可以將這些信訊的話帶回去 可以讓周邊的人能夠更認識這些 如果防止詐騙 希望說每一個人都會受益量多 那這些受益的話是我們所有的李林 我們的居民能夠減少我們的財產的損失 這對我們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正面的一個效果 另外中家集團也分享簡單實用的拍照錄影方式 並結合活潑趣味的有獎問答 培養影法族媒體素養與拍照興趣 在流行的步伐中樂活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